那些最低等的生物 借着这场发生在低端外来务工人员去居区巨幅员的大火 北京开始清理低端人口塑造城市的现代化形象 而近日上映的根据中国当代作家老舍的同名小说不成问题的问题改编的电影 也有类似低端人口这样一个表达 影片中担任农场主任的丁根源因为未能实现农场盈利被撤职 新来的留学归国的农场主任有主任在面对农场的劳动人员时就曾咆哮着说过 他们是最最最低等的生物是乌合之重 该影片讲述的是1940年代的大后方重庆 一间物产丰富却总是赔钱的树花农场 一场名正案都在新旧两个农场主任之间上演 这部改编的影片似乎叙述了一个永不过时的人间预言 用荒诞的冷幽默来讲述中国不成问题的问题 而北京大兴的这场大火之后 官名的表现也形成一个看似荒诞的黑色幽默 一些本不应成为问题的问题却真的成为问题 在这场导致19人丧生的十一十八大火之后 在没有任何过度措施和安置方案的前提下 政府展开为期40天的攻坚战大规模清理行动 加快驱逐以底层劳动者为主的外来人员 也就是所谓的低端人口流传于社交网络的视频显示 大量警察和各类公务人员上门粗暴驱逐外来务工人员 多为记者 在大火之后也再次走进北京大兴兴建村 见证了当地政府的神速拆除 为防止不相关人员的进入 安保主企人墙 维持现场秩序 寒业中拖着行李箱的老弱妇孺 来不及处理的生活用品 被拆除的伊德朗席 印发舆论的强烈反弹 中国知识界也签名致信中共高层 呼吁官方检讨几则 停止违反宪法 粗暴干预居民居住权 给予外来人口基本尊重 信中指出 对于十一 十八大火 北京有关部门不是反思检讨自己的责任 而是开展以外来人口为对象的大清理行动 导致数十万民众前景堪忧 一些民间救援活动也在展开 自愿为暂时无处安身 的劳动人口提供救处 安置就业岗位 有热心公众事业的人士表示 这场大火从另一方面看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在粗暴的驱赶之后 是会以另一种方式开始自我修补人心 北京折叠不成问题 有人说这次北京真的实现好景方小说中的折叠了 北京折叠本来是中国科幻作家好景方创作的科幻小说 最早于2012年12月发表在大陆清华大学的学生论坛水墓社区的科幻版 2016年获得第74届余国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 余国奖这样介绍这篇小说 构建了一个不同空间 不同阶层的北京 可像变形金刚般折叠起来的城市 却又具有更为冷峻的现实感 根据小说的描述 未来的北京被分为三个空间 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生活在相互隔离的不同空间 书中借由生活在第三空间的主人公老到努力突破阶层现状 描述了他试图进入第二空间 然后第一空间的故事 与其说这本书是一本科幻小说 不如说是借助科幻的外衣 深刻揭露社会现实的冷幽默 好景方自己描述他创作北京折叠的企迹 是本人住在城乡结合部期间的经历 他感受到北京城市不同的空间的叠加 他在此之上进行了夸张的衍生意图展示不同群体之间的隔离 我看下来看多余小上涵 你还看多余小上涵 你让我拿下来看多余小的图 我刚刚开始在这里 爹上我看多余小的糊 我的与心也不当作出什么 我把你又知道 我不是不当剩的